你眼睛最主要是要看得到敵方 对 所以像刚刚这种情况 你可以选择直接把眼插在路上 哦然后最后不然他推到哪就知道 参加学员聚精会神的学习电竞技巧 南港区玉城里里长黄聪志 为了提供青少年多元学习与探索的机会 特别向市政府社会局争取专案补助 与国际师子会300A1区的赞助 打造数位竞技学习基地 开办全国首创的免费电竞学习营 邀请专业的电竞教练带领参加学员 认识电竞特色 担任里长这三任12年内 发现我们社区的青少年 还是没有说很 让他们很踊跃地融入社区 问题是本来我们就要规划 社区青少年他喜爱的活动 给他们要的空间 所以本来三年前就规划要做电竞基地 所以这个电竞看到电竞说电竞也是三年前 请社会局就已经先采购的 然后后来中间再找经费 终于三年后我们找到了 跟社会局的儿哨科找到了这一块的经费 所以就建置这个电竞基地 这环绕的影响一定要有 要有临场感 要比较震撼 因为在比赛的时候 那个临场感 还有空间的规划 空间的规划 选手的规划 我们让进来的时候就有那个 那个view 那个情境的布置 所以希望这个场地 能接受大家的 加大家的喜爱 所以其实我们刚开始规划的时候 市政府是没有提供设备的 一切都要自己去先把它装置完成 然后这个这是我们办活动 很重要 为什么要让它成功 就一定要自己先多费一些心思 也可能自己要先出钱出力 才能够完成它 这个的性质比较像是一个电竞营 那会以让他们体验 电竞选手的大致上的体验为主 然后跟他们讲一下 可能电竞大致上是干嘛的 然后对于这块产业上面 可能有个概念这个样子 就是电竞现在慢慢被认可为 算是运动类型的竞技项目之一 然后以前的话会 应该说我们现在会比较把它区分成 像是棋类的那一种 意志类型的运动项目 就是有别于一般的传统运动 什么棒球篮球这些 那电竞可能会是更着重在团队啊 精神层面还有一些游戏策略上 就像你在下围棋那些一样的 这种运动项目这样 一开始我有看到就是那个活动 就是有张贴的那个活动 然后我就看到好像可以参加看看 然后就跑来参加了 透过完善的大萤幕与音响设备 未来也将发展亲子乐龄运动游戏 服务5到18岁的儿童与青少年族群 也将规划融合世代的亲吟共学课程 促进祖孙间的情感 那我们台北这种社会局 儿少科也是 对于儿少的夫也是5到18岁 然后这个场地有请私职会赞助 赞助一些经费 那未来私职会 国际社会在全世界 有一个活动客人叫私职探索 一样也是5到18岁 他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品格 然后再来你的记忆力的养成 再来最后是技能的养成 一样有三个阶段 所以这个未来可能跟儿少科 跟国际社会的私事探索 可以做个连结 可以做个结合 可以规划一些青少年更喜爱的活动 这是我们的目标 让年轻人5到18岁的这个族群的年轻人 能进到我们社区 融入社区 那以后可能就是所谓的 亲吟又共融 青少年跟银法 未来我们还有规划一个城市定向运动 那个定向运动就是我们的 幼就进来了 就是我们的爷孙 那个就进来了 所以这个场地的规划 不仅电竞是起始 开始而已 未来比如说我们可能会规划一些创客 可能会变成创客的基地 创客就是我们规划一些3D的课程 咖啡拉花雷雕机 这都是在规划当中 这个师资团队都已经都在正在规划当中 那以后可能直播啊 青少年直播 王王直播啦 甚至这个地方可以当做社区的电影院 还有英语的互动式教学 这个场地我们可以好好的利用 最主要要融入 让所有的我们社区的族群都要照顾得到 所有的族群照顾得到 让儿少五到十八岁 甚至妇幼 引法 大家全部进到这个空间 大家一起来 轻吟幼共荣 玉成李皇聪志里长说 为了加强照顾里内的各年临层 他将尽力串联各项公部门与民间的资源 开办各种创意课程 打造健康快乐温馨的社区生活 记者陈淑平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